- 各位投资名的大家午安 我是华信头顾肖纯老师 今天是11月17号礼拜5号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台股今天是大涨 目前涨了93点 直数来到10717 为什么台北股市会大涨 那当然大家会知道 昨天美国股市是上涨的 那但是它上涨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众议院他通过了川普的税改案 那这个利多让美股呢出现了一个上涨 也带动台股今天往上攻 可是呢如果说我们从美国这个税改案的状况来看的话 众议院通过他是利多 但是呢能不能过还要去看参议院 那目前如果说从参议院里面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要过可能是有一些风险 是有一些危险近战 所以呢美股先反应利多 但是呢参议院这地方过不过 那这地方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 那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我认为了美股呢我们先把它看作一个比较高档震荡的一个盘局 因为目前税改案是不是能够真正完全过关 还有一些变数在 但是呢台北股市间开高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现象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比方说今天整个台北股市他真的是开太高了 这一波整个台子期结算让台北股市压低结算 那今天呢趁美国股市上涨了 他出现了反弹 可是今天反弹的格局里面正好就快碰到月线 快碰到月线 所以呢台北股市开太高来到月线位置区的时候 如果你后面没有再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攻击力道的话 反而这个盘后面要注意什么 会不会他又出现了什么 上引线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从台北股市目前涨87点来看 上涨加速目前是542加 下跌加速是208加 看起来上涨加速比下跌加速多 可是今天早盘的时候一开盘上涨的加速是580几加 盘中的时候因为拉高过程里面最多还涨了600加 可是目前出现了缩减 但是下跌加速呢 早盘开低的加速不到100加 可是现在已经增加到200多加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今天开高的过程里面还是有些股票呢 逢高去做一些调节性的一个动作 那台北股市到底有没有机会反弹成局 这里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我们来看汇率的变化 因为12月份美国升息的状况应该是确定的 所以美元要运防它出现转强 会造成什么 外资的卖压加重 像昨天外资在整个汇率市场 它卖出了3亿美金 卖不多 但问题是它已经在近期有一些汇出的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重点呢 它会影响到什么 外资在期货上面的布局 那期货转仓完之后 这两天我们看到 外资在期货的多单啊 还没有到4万口 我们就算4万口好了 那如果说 以选择权的空单来看 昨天我跟大家说 这跟过去历史里面来看 我以为不太一样的状况就是 选择权空单的之前最多大概十几万口 可是呢 到昨天的时候已经都高达27万口 那如果说你把期货多单跟选择权的空单 去把它去做一个统计的话 目前超过6倍6倍的一个倍数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嘛 你台子期一点是200块 然后选择权一点是50块 你买一张台子期要4口的选择权去做避险 就是4倍 可是现在呢 外资跟选择权的避险单位呢 高达6倍以上 如果这个倍数一直不缩减的话 那我认为台北股市就算这地方的反弹 外资还是属于偏空方操作的话 台北股市的压力还是有机会延续到哪里 延续到月底的摩台结算 所以呢 这地方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筹码面上面的一个变化 尤其近期的融资都在增 现在大概只差个四五亿左右 又要再创新高 会不会趁今天反弹之后 融资又再创新高 这种又多的一个陷阱 它一直存在着 这都是后面筹码面里面 要关盘的一些重点 那现在这个盘 现在要怎么去看 它到底能不能反弹成局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有一些比较属于跌升的股票出现反弹 比方说3406的郁金光 目前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几格局 那来到测到将近月线的一个位置区 我在前两天的赖里面 我就有跟各位讲说 这个跌升的个股 它会出现反弹 尤其是以光学类股 前两天的赖里面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有些跌下来的股票 你不要去加空 你不要在这地方 跌下来才去做空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光学类股呢 跌升的股票 它出现反弹 但是涨多的股票 你要预防会不会趁这个时间点 它反而会有一些压力 尤其跟平盖的个股有关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2439的美利 这类型的个股呢 这波的走势里面 它前面先跌下来 跌下来出现反弹 那反弹没有过前面的颈线的头部区 所以如果这类型的个股出现一种弱的话 这个地方会代表着说 台北股市的反弹 它会失败 它会失败 但目前美利呢 是稍微有点点 稍微上涨 不过如果说 从成交量来看 也没有什么太大增加 所以今天只是随着盘市的一个上攻 但是其他的个股呢 比方说 6456的GIS 这类型的个股到现在为止呢 反弹越界也没有过 有没有 比方说8299的群联 这类型的个股今天还是比较偏弱 比方说2474的可乘 这类型的个股今天也只不过是小反弹 那这些都是之前比较偏弱式的股票 所以这四档股票它很重要 如果下个礼拜这四档个股没有办法续谈 反而就出现一个比较压低的状况 甚至有些个股 如果说是出现了一个破底的情况的话 那我觉得台股反弹就结束了 反弹反弹就结束了 反而这类型的个股呢 会带动台北股市相关其他的个股出现下杀 好这要特别留意 那至于高档一些形态的一些股票呢 要留意的是 这些高档形态的股票会不会趁这个时间内 有下跌的风险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3081的联雅光电 这类型的股票呢 它都已经来到前高的位置区 那这两天你会发现到昨天还出亮点 那今天台北股市反弹 它上不去 因为涨多了 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3533的加折 这类型的个股也是一样 进行盘整格局 来到这地方离景线只差一点点 如果失守的话 就会出现起跌的讯号 所以呢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 我们会发现到 台北股市到现在为止 你强弱势的股票 它是以高低位阶去做区分 跌升的个股会反弹合理 不可能迷子跌嘛 台北股市既然 季线短线上面都有机会谈的话 跌升的个股会谈 但是涨多的个股反而似乎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 所以呢这个盘 要留意上结构上面的变化 尤其下个礼拜 因为今天来到月线的位置区 目前大概都涨到90几点左右 那因为现在离月线 10744 大概也只差230点左右 那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你台北股市后面没有补量 反而台北股市因为 目前下跌的加速 有扩大的迹象 所以呢反而有流上影线的 一个风险在 所以呢操作的过程里面 不要随便去乱追高 那近期整个操作策略呢 我们就是因为 当台北股市打到季线 它有机会反弹 这个东西我们在 前两天的line里面 也跟大家说过 季线有机会谈 但是我认为 季线未必会是支撑 所以如果说 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时间点 正好是另外一波 布局到摩台结算的这一段 反而后面 不管是个股的空单 或者是全正的一个操作 这里都是属于布局的时间点 那当然 如果你能够认同的 我们也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比较 执意偏多操作的话 到现在为止 我敢说 很多股票台北股 时间就算涨起来 你还是在等解套 那如果说 持股一直在等解套 看到反弹 又想要去摊平 又一直买的话 这就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你融资是一路创新高 反而这个盘的又多陷阱 它还存在当中 所以呢 趁反弹稍微调节持股 我觉得这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当然调节持股呢 要看你个股的高低位阶 如果已经跌得很深的股票 那当然有些股票在这个时间点 反而有机会反弹的时候 就不用挤 但是在高档的股票 你不卖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高档的股票 要预防 它出现起跌的话 反而会让你造成套牢的风险 会扩大 所以呢 这几天我们会开始进场 去布局空方的操作 跟全镇的操作 如果你想要去赚 下一波排北股市 全镇有机会 五成上倍数的一个机会的话 欢迎各位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当然 持股上面有任何的问题 那也需要我帮忙的 你再打电话进来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个礼拜一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则